我想的就是用最短的时间 用自己去赚到很实在的每一笔钱 然后还给我该还的朋友们 每天每天心痛好 每天都很痛苦 早上一睡起来 我一想到就是这些事情 台湾的收入它就是这样 它没有办法再去拓展 去接到更多更多的表演工作 心有余力不足的地方 当然不是怪什么 一切的错误都是我自己造成 我尽力该还的还掉 不带遗憾 太强了 我知道很多在权人的生气 跟无奈 就是没有照预定时间 答应的跳票 这都是我的错误 谢谢这么多在权人的包含 我今天要跟大家特别讲的是说 请在权人的朋友们再给我时间 过去已经给我太多的时间了 我也努力 年轻人跟着我努力 大家都尽了很大很大的力量 恰恰好泡菜啊等等 他们非常努力的想要 藉由他们的一起帮忙 能够让这个难关比较快速的过 有时候我很急很急的地方 就是没有办法马上就得到好的效果 台湾的收入它就是这样 它没有办法再去拓展 去接到更多更多的表演工作 心有余力不足的地方 当然不是怪什么 一切的错误都是我自己造成 所以最近就一直努力的想办法说 那到底如何能够快速快速的 把钱赚进来 速度有一点慢 慢的原因就是我年纪大 节目被看在录影或演出的时候的状态 因为事实上我早已经过了退休的年纪 我尽力该还的还掉 不带遗憾 不要欠了 我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记者朋友们最喜欢的是数字 你现在还欠多少啊等等的 可是我对金钱的概念就是那么样的不足 每天每天心痛好 每天都很痛苦 早上一睡起来我一想到的就是这些事情 有很多人是因为真正的被我影响的 这是我非常清楚的 对很多很多的债权人朋友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 给大家拖了这么久的时间 之前大家听到了什么 清场的多少 清场的多少 诚实跟着他报告 没有 所以才会引起很多很多 债权人朋友们的不满 跟跳脚 长大一点叫做 我就崩掉了 我大概可以再活个很多十年吧 我应该在两三年的时间之内 不要再去想太多了 不要再去想说 能够创下什么 过去啊 怎么拍电影啊 什么样的记录啊 这些 我觉得我不会再去想这些 我想的就是 用最短的时间 用自己去赚到 很实在的每一笔钱 然后还给不该还的朋友们 我来说 什么叫做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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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